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男怕入错行,女怕嫁错郎,不少女人以为找个有钱男人嫁了,就能享受衣食无忧的下半辈子。 但现实总是喜欢泼人冷水,杜拉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女人,有一种男人,即使在有钱也不能嫁。 杜拉斯在《情人》这本书里,讲了他年轻时的故事。 年轻的时候,他当过一个有少爷的情人,那是一个家境十分优渥的中国男人,因为一次渡船让他们二人相遇相识。 彼时,杜拉斯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。 杜拉斯的母亲是个中学教师,身为白人的她,有着天然的优越感,但家庭的窘况却又不得不为现实低头。 中国的富商少爷对漂亮的杜拉斯一见钟情,但没有男人会无条件对一个女人好。 他给了很多很多的零花钱给杜拉斯,带他去他的秘密公寓享受快乐。 杜拉斯在他身边找到了心灵的放纵,在那里他感受到了自由,一边能拿钱,一边又能享受爱情,这样的日子他并不抗拒。 他们真心爱过彼此,曾经杜拉斯也曾想过永远和他在一起,但他们无法突破世俗,杜拉斯无法接受种族的偏见,富家少爷也没办法摆脱家庭控制。 男人即使有钱,也不见得能够给你幸福的生活,懦弱的男人哪怕他再有钱,他也没有能力保护你。 懦弱的男人,连他自己都不够坚强,你又怎么能够奢望他能够为你撑起一片天呢? 有钱人家的少爷,虽然在外人眼中是上层人士,受到很多人的追捧,但褪去华丽的外套,其实他卑微到谷底。 他经常哭泣,因为他没有勇气突破自己的恐惧来爱。 这是杜拉斯眼里的他,虽眼里全是爱意,然而他不够勇敢,半生懦弱。 有一种男人,他可能很有钱,也可能长得很帅,嘴里说出的情话总是那么的深情,让你觉得很幸福。 他什么都不怕,但唯独怕自己的父母断了自己的经济来源,在他的世界里,爱情远远没有,财富重要,他不会怕失去你,只会怕不能过上从前的日子。 一旦遇到父母的强势发话,他比谁都听话,因为他没有自己独立赚钱的能力,他所享受的生活都是父母给予的。 这样的男人,一辈子都长不大,因为即使不用去付出努力和辛苦,也能够享受富裕的生活,照样有仆人伺候,有豪车接送。 没有经历过打磨的男人,就永远是个小孩,一个无法独立的人,是不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的,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一个还需要自己照顾的男孩。 电视剧《流金岁月》里的谢洪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,他可以不用考虑就花几千万买一套房,开着豪车住着豪宅,过着人生人的生活。 然而,他的人生是不由他自己做主的,上哪一所学校,去哪一个国家留学,在哪里上班,甚至娶哪一个女人。 都由为他花钱的那个人说了算,和杜拉斯遇到的那个少爷一样,他们在外人面前虚张声势,但本质上是懦弱的,是没有主见的。 懦弱的男人,在自己家里是没有话语权的。 有的姑娘觉得,自己的男朋友有钱,也愿意为自己花钱,就觉得嫁过去也没什么问题。 但实际上,男人性格懦弱的话,会让你在婚后跟着受气。 他的钱来源于他的父母,若是他的父母强势,与你并不好相处,那未来的日子可有得受的。 朱索索和谢洪祖结婚两年,从未被允许踏进过婆家一步,第一次去,确实婆婆叫他和谢洪祖离婚。 你看,懦弱的妈宝男,连提离婚这种事情,都不敢当面提。 毫无疑问,他是爱朱索索的,可这份爱带给他和朱索索,不是明亮的未来,而是看不见的桎梏,看不到未来的茫然。 杜拉斯从始至终都只是那个中国少爷的低暗情人,他们不是情侣,不是爱人,更不会有未来。 他最后娶了家里安排的门当户对的姑娘,或许心里还是对那个白人姑娘念念不忘,但这又如何呢? 连人生都不是自己的,谈什么爱情。 我身边有个姑娘,也是这样,她自己家没钱,丈夫家里特别有钱,但她的婆婆并不喜欢她这个儿媳妇。 结婚后,丈夫并没有多少钱给她花,因为家里的财政大权都由婆婆掌管,家里有阿姨做饭,也有豪车开。 但就是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钱。 丈夫家人对她总是诸多挑剔,嫌弃,她什么都不会,她受尽了委屈,但丈夫也不会帮她说话,她现在后悔死了,嫁给有钱人的生活其实一点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。 嫁给一个再有钱的男人又如何,外人看起来光鲜亮丽,其实内心的孤苦和寂寞,无人能懂。 若是一个男人有担当,即使他没钱也会尽力给你最好的生活,自己只有一个馒头也会分你一半。 而若是一个软弱的男人,不说他能不能分你馒头了,他这个时候会不会哭着等你安慰还不一定呢? 有钱不代表着这个男人的品行也很好,在择偶的时候,切记不可将金钱放在第一位,男人的人品比钱重要多了。 人品好的男人,只要努力,不说大富大贵,至少衣食无忧是没问题的。 而懦弱无能的男人,有钱的时候可能还能凑合过日子,一旦破产,就会无法撑起家庭。 由减入奢益,由奢入减难,在杜拉斯的情人里,傅家少爷很清楚自己一旦选择和杜拉斯在一起,就会被父母切断经济来源。 他什么也不会,什么也没有,脱离了父母,他是一个连活下去都很难做到的人。 他无法忍受自己过上一无所有的日子,而只有选择家境相仿的女子结婚,才能让父母满意。 所以即使是自己不爱的人,但因为父母的安排。 他还是回家与那位千金小姐结婚了,他无法反抗自己的命运,哪怕是为了自己的爱人。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,他给他打了一个电话,却只能说出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这样苍白无力的话。 这样的男人,既懦弱也自私,他们比谁都现实,因为享受过金钱带来的美好生活,所以无法接受失去。 他们其实谁都不爱,只爱自己,能够带来利益才能感受到他的爱。 女人在找男人的时候,一定要擦亮眼睛,光是有钱还不够,一个适合结婚的男人还需要有责任和担当,勇敢坚强的男人能够为你遮风挡雨,能够和你一起组建幸福的小家。 女人的�想 女人是失敌关wood